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见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无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祖国一生召唤他们就随时准备付出一切 还有这名浑身湿透的战士拿着作战靴水都能从协里到出来 六报家为国 他们绝不含糊属于我们的领土 一寸也不能少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 这是区一中校 二十五天巡逻 罗前后对比赵军旅不易 军人不易 这一脸的沧桑 看着想流泪 七万两千零一十八年三月三日下午 李道州回到老家寄组后 又返回武汉与妻儿相聚 在等待妻子下班时 旁边的小区内突然着火 一听说有火情 李道州立即和一名物业员工 各拎着两个灭火器奔向小区 在成功地救获一名六十三岁的老人后 李道州继续返回火场 可这次 他再也没有出来 八青藏高原的查理拉哨所 是全军海拔最高 最艰苦的边关哨所之一 驻守在那里的陆军某边防团官町 常年执行珠峰地区的边防 宝类任务被誉为珠峰卫士 他们所担负的五个固定巡逻点 都在海拔五千五百米以上 最高点海拔六千九百米巡逻途中要爬雪山 汤冰河 月险滩 每一次巡逻直勤 对他们来说 都是生死考验 九灾难降临 他们冲在最前面对熊熊火焰 他们选择逆火而行 面对滔滔洪水 他们用身躯筑起长堤 面对地动山摇 他们用鲜血扑救生命通道 每一次披青带月 每一次战风流雪 每一次挺身而出 尽是你的身影中国军人 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作者 李小康 张新玉 赵紫豪来源 钟晨浩感觉不错 请点赞 转载 请注明出